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切我都讲在前面 当很多人还在忽多忽空 认为涨一段就不会再涨 因为他看不到相关的未来 而我鬼骨子从头到尾都跟你讲 没有走完 未来势必还会再创高 甚至于到了今天 即便我们的1513的中心店 再创波段新高 1503的市店 也再创波段新高 各位短短的 大概不到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有没有重店四雄 让大家撞得非常非常的快乐 而今天会有一档新股票 让你们有机会可以跟得上 今天的大盘蛮特别的 我等一下会讲 我们先讲挥达的部分 昨天之所以重要 在于说挥达他终于要开他的GTC的开发者大会 他昨天推出了一个晶片叫做AI的这个晶片 Blackwell GPU 那这个晶片他采用的是我们护国神山台积电4nm的制程 他可以支援10兆的参数的模型 训练AI跟语言方面 也就是说未来你用到了任何的这个家家庭用品 或者是你用到任何的商品 他都具备了AI的智慧 而且他还会跟你对话 我们都知道在过去不管是Google阵营的行动电话 或者是苹果的Siri 坦白讲这个智能的部分 当然也有语言 他也有办法跟你对话 但是智能的部分似乎感觉就是不够智能 不够AI嘛 对不对 但是未来 当这个Blackwell 要开始应用在各个领域的时候 他就会变得非常的智能 他会沿用Chair的GDP 这种非常跟人类有办法直接沟通 接近的这种内容 把它运用在各个商品产品上面 那那个时候势必会有一个大爆发 所以昨天所推出来的这个晶片 辉达他自己也称 这个晶片是全球最强的晶片 并且除了最强之外 更让我惊艳的地方是 这个新的晶片居然比他之前的前一款 他的成本跟耗能的部分 可以再减少2500个百分点 也就是可以再降低25倍 那唯一这个比较可惜的地方是 市场对于他没有采用3奈米的制程 有一些些的这个失望 那一样 这个是一个超强的利多 就过往的经验来看的话 不管是AI要推利多 或者是挥达要推利多 都会怎样 各位还记得当农年刚开始的时候吧 美超为灰哀 管他利多还是利空 全面喷出 创新高 连台北股票市场 他也是一样 美国股票市场 日本股票市场 全部都是一样 管你有没有降息 管你有没有CPI 什么都不管 全面往上走 但是到了昨天 当挥达推出了 全球最强的晶片之后 他的结果却变成怎样 跟过去的味道开始不一样了 在昨天的时候 挥达他居然开高走低 明明是一个大利多出来 但是他却开高走低 所以在这边有一点点 利多出镜的味道出来了 那在这边也不用太担心 因为这一条线还没有被跌破 如果说他再跌破这个平台区 跟这一条线的话 那就可能是反转的味道 但是在还没有跌破之前 他有可能只是涨多 利用力多再拉回做震荡 所以就用一个比较理性的角度 来看待这个回档吧 那今天的大盘也很好玩 今天大盘早盘是开低的 一度下跌了117点 但随即就振振振振振就往上了 这并不是说人家看好挥达的未来 这个是ETF 我们内置的买盘 利用大盘拉回的时候 赶快把该买的股票给买齐 所以你会看到今天涨的都跟ETF 相关的股票有关联性 中美金 合硕啦 合硕啦 这些相关的股票开始在上涨 那如果你先前有布局的话 今天的涨就可以吃得到 好那今天的涨是我们ETF相关的买盘嘛 那未来该怎么看 挥达自己都没有创新高了 他认为AI的未来是什么 水冷式的散热嘛 对不对 好 那挥达相关的供应链应该怎么做 各位你要找低基期还没有涨到的股票 他未来当AI整理完又要开始向上的时候 他就会先涨 但是当挥达已经涨多了 自己都在利多在整理的时候 跟着挥达一同在向上走的股票 他在未来也不会涨 所以你要能够分得出来 跟挥达同涨幅度都很大的股票 未来不会是你该操作的首选 所以当挥达的 他自己也说了 他说未来的主流 就是水冷式的散热 那水冷式的散热座的是谁 双红跟齐红嘛 那你就会知道说 当挥达自己也不涨了 跟他同涨的双红跟齐红 基本上就不太会涨 我之前都已经跟大家说过了 涨了一段狂飙的99个百分点之后 我已经带我的会员获利出清了 现在我觉得这都不是涨真的 你看涨到了这边 在亮人的部分是越来越说 那从筹码面来看的话 齐红是比双红要来得更差 所以齐红基本上如果你有的话 我真心建议你做个减码的动作 那我的看法不变 相关的逻辑我也说给你听 以股换股才能再赚标股 高档的股票有赚到了 99个百分点够了吧 就把它换掉嘛 换到了像是东阳 之前跟大家分享过了 当他在这边震荡的时候 有发掘到这边开始做了一个非常漂亮的突破 突破拉回有守住之后 开然后就开始冲上去 再拉回打第二只脚 接着就喷出了 接着就喷出了 这个形态它就是长这样 而且你会发觉有很多股票的形态 也都跟它长一样 1319的东阳 从背后除了形态之外 它所做的AM相关的内容 以及它的筹码面 我在节目上面没跟你说的 是我看好它的原因 但是我就不跟你说 因为我自己知道就好 15号稍微整理 18号有没有就喷出 今天有没有再创新高 有吧 那你把高档的股票 换到了这种刚突破的股票 就很好赚啊 包括了像6278的台表科 一样之前的低点跟这边两个 在震荡时候的高点 在这边做了一个漂亮的突破 突破完之后呢 今天有没有又再创了 波段新高 背后的财报 背后的公司发展 还有背后的大户筹码 我都撩络之长 以及3005的神迹的部分 利用拉回跟你分享这档股票 随即隔天立刻就表态 满给鬼姑子面子的 隔天就立刻表态 然后13号就创高了 随即稍作整理之后 现在3005的神迹 在今天的时候 又创了一个收盘新高 各位股票它就是这样 还没有涨的时候 它会在底部来回的打底 这个打底 你从事后来看 当它涨上去的 那个叫做打底 你在当下来看的时候 你会不知道说 它到底有没有要涨 而这个用意在哪里 就是让你看不懂 让你觉得说 是不是涨假的 它在洗盘 它在把多余 看不懂的筹码给洗下车 未来这些买盘 才会帮我们把相关的股价 再往上推 这是控盘者的用意 所以在这个地方 稍微做震荡 千万不要担忧 它洗完之后就会往上做表态 那也包括了 以股换股才能再赚标股 相关有拉回的股票 你可以去注意 一档好的股票 拉回的时候再买 趁它变便宜的时候 或者是一档股票 在整理刚突破的时候 随即就往上不断的标高 一直到今天 已经成本跟获利被拉开了 那现在稍微有一个三个上影线 是我鬼骨子不喜欢看到的形态 那包括了低档的 你看这档股票根本就没有涨到 3406的郁金光 还在低档 你从高档的股票换到了低档的股票 400多块钱 也不贵 很便宜 还在低档没有涨到 那才是重点 你这大盘来到2万点的时候 买在1万4、5千点的股票 那你不是可以从头再赚一趟 以股换股才能再赚表股 随即15号就往上做表态 16号又往上攻了 19号稍微震荡 但是这个是为了要过关做的最后准备 希望你听得懂 再来5234的达新财 当时1月23号 股价还不到100块钱 99.1 最高来到了108 随即涨到了172块钱 不到100块钱 涨到了172块钱 不就是因为本质 财报 未来 跟筹码 还有它在低位阶吗 股票全都是这个样子 台北股票市场有2000档左右的股票 它是轮动的 这个涨完会换这个 这个涨完会换下一个主流 所以你不要只做一个类股 会有新的股票会出来 你看我像刚刚跟你分享这些股票 有没有一档接着一档 又开始在向上做表态了 有啊 那你把散热给换过来 你不是又可以再赚一趟 你把高位阶的股票换到了低位阶的股票 你不是又可以买在安全 又能够赚钱的这个状态吗 所以你在操作的部分就会觉得 诶 鬼骨子为什么 很多人跟我说 为什么鬼骨子你操作这么顺利 好像就是一档接着一档在转 当然我们知道说 鬼骨子你的研究团队很厉害 你看到的基本面 未来的展望 还有背后的筹码跟形态都很漂亮 但是为什么你的命中率可以这么高 阴阳百合才是股票市场的法则 这里面如何摆动的 阴阳如何形成的 它未来是如何从原本不会动 变成了会动 从动静之中 找到了它发展的这个机会 各位股票都是这个样子 每一个阶段 2022年的股票市场 跟2023年的股票市场 里面的阴阳是截然不同 所以它并不是同一个股票 它是不同的股票市场 一样2023年的股票市场 跟2024年的股票市场 又截然不同 所以你必须每一次都用一个新的思维 你必须判断出现在此时此刻 股票市场的阴阳是如何在摆核的 这里面的控盘者 这里面的最大的阴阳 是如何在运作的 这其中的动静是如何发生的 你知道办法去判断说 未来会如何演变 一旦你看懂了这一些真正影响股票市场 未来波段的关键因子的话 你当然就可以跟我一样 一档接着一档的来赚 因为你要知道 2022年的股票市场 选股的逻辑 跟2023年选股的逻辑 跟2024年选股的逻辑 跟未来选股的逻辑 都不一样 因为每一年的阴阳都是不断在变动的 所以你一定要能够掌握住 这里面最关键的内容 这个东西 maybe很深 maybe很难 但是你就交给我 我把我学到的 我找到的个股 来分享给你 好 那这档个股 今天稍微做整理 未来它还是很有机会 因为它在整理的时候量缩了 包括了我在昨天跟你说的 3037的星星 今天有没有再一根的长红棒 你买这种低位阶的嘛 你就很容易再从头再赚嘛 你在高档很容易就回来了嘛 跟你在低档很容易就往上嘛 这一来一往差别就很大 包括了像6138的冒达的部分 各位当它突破了所有的均线之上的时候 就会是冒达的起长点 好 日月光之前跟大家分享 然后开始突破之后 也长一段 也长一段 现在拉回整理 各位冲刺线完全没有破过 整理完 亮人说了 它就会再度的表态 所以3711的日月光 先前带大家转过了一趟 现在整理净尾声了 随时会再表态 2417的原钢的部分 一样突破了这个上升轨道之后 突破拉回碰到的这边 不就是一个买点吗 包括了3312的红一股一样 拉回之后这边 它就是为了要洗筹码 为了要冲关而做准备 6290的梁维 之前就一直跟大家讲过 它的基本面是不错的 筹码面也非常漂亮 拉回亮人说了 就是它在涨多了 要开始洗筹码 把一些浮动的鱼儿给洗下车 洗完洗得越干净是越好 你有看到这边每一次 就故意给你洗下来 就拉上去 洗下来就拉上去 洗下来就拉上去 就代表它准备要开始起涨 它就是在洗盘 15号洗 18号准备要工了 我也跟你讲 今天有没有就再创 破断性高 你利用拉回 你不要去追高 你拉回买这些本质不错的股票 它不就有机会再往上涨第二段 你不要再冲高的时候 冲高随时都可能会拉回 但是整理完准备再工了 那个叫做第二段 你在进场的位置叫做进场点 你在进场的地方叫做发动点 你往往一开始就赚钱了 当它越拉越高 你的成本跟获利拉开了 你未来的操作就会变得非常顺利 就是我在带领我家族成员 在做的一件事情 这也是我在节目里面公开跟你分享的逻辑 不要去追高的股票 拉回或者是在低档的股票 才会是现在以股换股 才能再赚标股的操作重点 3376的新日新 之前已经狂标过了一段 那也卖掉了 一直到这边 我们在投一关爱的眼神 冲高要卖拉回 如果整体机会还是不错再买 各位 它已经整理进尾声了 随时有可能再表态 3363的上权 之前也跟大家讲过 冲高一段千万不要追 拉回之后这个地方不破 就有机会再攻 它整体的架构经过了拉回之后 开始变好了 开始变好了 我们持续投一关爱的眼神 电力相关的股票 我从2022年就一路替大家做追踪 当时跟你讲中油也亏钱 台电也亏钱 都是在2022年的时候 因为我说那时候要动涨 但是它亏损的这个幅度 就是台电 在2022年的时候 前9个月就亏了1600多亿 因为动涨 但是美国的CPI很高 台电那个时候已经累计亏损了2060亿 而到了2月21号 我说它已经累计亏损到了3800多亿 不可能再亏了啦 你去想美国的CPI也已经降了 台湾在去年总统又选完了 今年有什么理由还要动涨 你用逻辑思维去想这阴阳之间的变化 两股一个动一个劲的力量 相辅相成 互生互抗互化互灭 这两股阴阳的力量 它是如何在摆当的 这阴阳是如何在摆核的 你要去思考看看 所以它终究会干嘛 涨价 所以我们看到的就是电力相关的股票 包括了亚力 第一档 1月2月23号 85块 最后起到119块 119.5块钱 85涨到119.5 然后陷入了整理之后 稍微拉回整理 现在又站回去了 所有均线之上 持续看好 1519的华城 这是比较高价的股票 当时多少 340 350 360 大概就在这边 比较高价的股票 这边开始突破了平台区 玉贝贝电力将起 1月9号的时候 随即飙到了3月15号 已经来到了684块钱 昨天又飙到了702块 你回过头来看 2022年就在关注这个类股 到了1月9号 两年之后 将近要两年之后 他还在340 350 一眨眼已经到了702块 你如果能够像我一样 事先知道 知道他势必会涨价 该用完的事件都已经用完了 他就会开始发动 那你不就可以滴滴的买 高高的很舒服吗 甚至我还一路跟你讲 他没有走完 没有走完 涨价不会一次到定位 未来7、8月 7、8、9这三个月 都还是用电的忘记 相关还有很多的可能性 在重电的身上 包括了像1513的中兴电 2月21号 128块钱 随即到了昨天 我还在跟你讲准备要创高 今天有没有就创高 185.5 再回过头给你看一次 128涨到185.5 又算破断新高了 一切讲在前面 只要你跟上我鬼估值的脚步 你就不会在那边呼多呼空 想买又不敢买 想卖又舍不得卖 不对的股票一直爆 对的股票都没买 那不是很可惜吗 请你跟上我鬼估值的脚步吧 真正可以重要的股票是谁 波段的股票是谁 我在这里都跟你讲的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又好比市电 122 2月15号的时候122块钱 随即涨到了222 今天再来到237.5块钱 就是重电的股票啊 我一切讲在前面 所以如果你重电不知道该如何操作的 这里不要追了 但是拉回的时候会有买点 我还要再做它 我会一路做到下半年 希望你跟上 这个是你翻身的机会 好 那正因为有对的方法 对的逻辑思维 你就会在今天3月19号收到了 新日新准备创高了 然后中心店跟市店又创高了 火力就是飙高再飙高 跟着鬼谷只用市场唯一的鬼谷心法 我们就是这市场最棒的 全国所有家族成员 所有家族成员 第二通你会再收到该赚的我们获利入带 该报的我们用力续报 至上中美金 这个忘了档 没关系给你看这里 至上中美金两尾 还有一档金饼股 跟2603的长龙 我都是这样在做了 有的人说 诶 鬼谷子 长龙 长龙什么时候 去买的 3月15号 全国家族成员 长龙10点27分的时候 市价买进它 当时的位置在这里 利用拉回 各位 冲高的我不要 拉回我才要 这是操作的逻辑 但是市场很奇妙 冲高的所有人都在讲 拉回的所有人都避开 刚好跟我相反 那到底是谁对 或者是谁错呢 今天你看 这一天的长龙 最低来到了165.5 我们就是买在 接近要跌停板的时候 165.5 今天已经来到多少钱 173.5 173.5 同样的一档个股 你是去追高 或者是跟着我 一起买低 差别很大 那金饼股 之前跟大家分享的 3月15号 还在这里 还没涨 然后跟你讲 重要的就是他的大户筹 筹码的部分 有人买没有涨 就是最重要的关键 然后他未来的发展 那一些我之后 有机会再跟你说 今天金饼股创高了 这是在开盘的时候 就印下来的 然后之前我跟你分享 请你无论如何 一定要跟上我的利台第二 当时也没涨 但是大户筹码了 人家已经买来放了 买来放就是讯号 到了这档个股 就是812的至上 那他做的是高频宽的记忆体 深层式的AI爆发性的成长 那未来他势必要用到的 就是高频宽的记忆体 不是一般的记忆体 因为他会在这个GPU的部分 才有办法跟得上他的算力 那看重的是什么 成长性 全球的HBM规模在2023大概是20.05亿 到了2025年会翻成49.76亿都是美金 这个是成长超过一倍 这是我要的东西 成长性高 他有财报在背后给他当支持 股价又在相对低档 那又有筹码 未来会好 又便宜 人家又已经先买了 大户又已经先进场了 你不跟中股票 你要跟谁 所以我在当时就赶快邀约所有的朋友 立台第二 赶快跟上 就是812的至上 然后当时还在相对低档 然后3月12号 慢慢的电高了 18号我还跟你讲 准备要开始过高了 今天有没有一根长龙棒 直接创下破断新高 你在相对低档买的 你在这边就跟上 我鬼骨子的脚步的朋友们 现在获利跟成本 有没有又拉开了 每一档股票 我都讲在前面 立台第二是这样子 之前跟大家分享的每三天 也是平台 但是人家已经买来放了 都还在低档 都还有机会 你买这种股票 你就可以以股换股 把高的股票换到了每三天 又可以再赚表股 所以到了3月12号 慢慢的电高 换成日K的话 换成日K的话 大概已经涨到这里来了 而我说他还有机会 结果今天有没有一根长龙棒 每三天就是中美金 美丽的三个日 每三天 又再创了 颇段新高 长龙棒又喷出了 你买在这边 现在你的获利成本又拉开了 未来你就会很好做 甚至什么时候要卖 要减码 我都会跟我的家族成员说 你就跟上 不是就好了 何必在外面吹风淋雨的 那么辛苦 来我这边加入我鬼骨门 由我鬼骨子亲自的来照顾你 今天机会又来了 各位我不常在推这种个股 但是当我看到了 它就是机会 这档个股还没有涨到 但是筹码人家已经买来放了 散户在卖 大户在买 这就是我要的股票 欢迎你跟上 以股换股才能够再赚标股 这档万事都很通 这一次希望你掌握住了 那有需要帮忙的 之前跟大家分享的双红 奇红这些都赚到了 你们自己看 我之前都说过了 之前创造出了一档接一档的获利出来 现在本来龙腾四海的专案到昨天就已经到了一个段落 但是很多的好朋友们还是说 鬼谷子 今天的盘不错 我可不可以今天来跟 市场就是这样 跌的时候不敢 涨的时候又 它又要了 那这种行为我是比较不建议 但是如果你有需要的 至少你是选到了对的人 所以这一次龙腾四海的专案 包括了刚刚的万事都很通 希望你掌握住 有需要帮忙的 就请你拨打0225433399 我今天会再开一天 希望你好好地掌握住 那不管你是拨电话 或者是在LINE AT GO888来留下您的大名 跟联络电话给我鬼谷子都可以 我的LINE 是我本人亲自经营 亲自在回复的 那我的YT还没有订阅的 也麻烦帮鬼谷子按个订阅 里面有很多很棒的内容 这个礼拜又会有新的内容要出来了 新的产业希望你好好地掌握住 那有需要帮忙的 想跟上我们全新的标的的 就一起加油啦 请你拨打0225433399 一起加油 一起来获利 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边 愿我如长风 半军行万里 我是金龙鬼谷子 谢谢大家今天的收看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各别有加证券 无不当真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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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见